传说在湖南湘西流传着一种神奇巫术 化水术 只要在碗中接上一碗水 喝之前用手在碗边比划 念动咒语 就能将普通的清水变成鲜水 被义务卡住或者生病的人喝下 可以药到病逐 甚至生吞筷子和瓷碗都不在话下 并且没有任何的异样伤口 医生对表演者进行检查 不料检查结果让现场的人大吃一惊 那么医生究竟看到了什么 化水术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湖南的一个村子里 住着一对神奇的父子 他们的名气就连十里八乡的村民都知晓 而说起他们的本事 村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据说这对父子可以轻松的吞下碗筷 这件怪事也很快引起记者的注意 记者来到了村中打定父子的下落 很快来到了这对父子的家中 得知记者的来意 父子俩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记者 并同意当面进行表演 只见两人在表演前 拿出了一个十分普通的紫碗 一把刀 一个案板 和一根竹筷 只见儿子求双家拿起刀 将竹筷分成了几乎大小相等的几等份 接着在碗中倒入了一碗清水 随后求双家将切好的筷子放入碗中 一手端起碗筷 一手在碗上比划着什么 口中还捏捏有词 捏完咒语之后 只见求双家捏起碗中的竹筷 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 每吞一截竹筷 求双家都会喝下碗中的一口水 直到碗中的竹筷被全部吞下 求双家也没有任何的异样 甚至他还主动张开嘴巴 让人检查 结果发现口中并没有藏竹筷 这让记者也觉得是不可思议 按理来说 在他吞下的过程当中 竹筷中的刺很有可能会划破他的嗓子 可求双家不仅像没事儿一样 甚至正常声音 说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随后求双家告诉记者 自己通过念动咒语 可以将碗中的清水变成鲜水 只要喝下它 便不会被任何义务弄伤 而随后求傅的一番做法 更是印证了儿子说的这番话 只见求傅拿起一个空瓷碗 随后在碗中倒入清水 和刚刚一样进行一段仪式 仪式过后 求傅直接用牙咬下瓷碗的一脚 随后不做任何掩饰 直接将其吞了下去 这可把在场的记者吓坏了 可下一秒 求傅却像个没事儿一样 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 湘西神奇秘术化水术 只要对碗中的水念动咒语 便可以生吞碗筷 而求家父子俩拥有的这项本领 曾经在湖南省凤凰县也出现过 事情发生在2006年 当时一个叫龙梅的女子 在当地经营了一家客栈 由于平时生意还不错 龙梅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甚至连吃饭时都在忙着照顾客人 这天 他一边端着饭 一边回答客人的问题 一个不小心将鱼刺咽了下去 当时他难受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管喝醋喝水 都不见鱼刺下去 就在龙梅决定去医院的时候 一旁的母亲拦住了他 并表示有个人可以帮忙 龙梅的母亲打完电话没多久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赶了过来 他的模样并不像医生 甚至治疗的方法也比较奇特 只见他从厨房接了一碗清水 随后便对着碗中的水念念有词 一番操作下来便让龙梅喝下 龙梅也没想到这水竟然真的这么神奇 据他检查这就是一碗普通的白开水 并且水中散发着铝的味道 他一闻就知道是家中烧的水 事后他向母亲打听 才知道那个给他治病的小伙 是当地的高人 据说他精通一种名叫化水术的法术 这名男子名叫小张 而他也向记者承认 自己确实会化水术 随后他拿出道具 给现场人表演了一番 而他的表演方式 几乎和那对父子一模一样 事后小张还向记者表示 这个化水术只要咒语念的得当 别说是碗筷了 就算是生吞烧着的木头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随后他便让自己的弟弟 给大家演示 只见小张的弟弟 重复前面的一系列操作 只不过在吞东气时 将碗筷换成了木柴 这下记者对于化水术 完全相信了 在记者的好奇追问下 小张教授了记者一些 拿碗的诀窍 拿碗的知识 他也必须 必须交代你这么老 这三个手指头 就劈学的 这是劈学的一种知识 但学会拿碗还不是最重要的 学会念咒语 才是化水术的关键 但对于咒语的秘诀 小张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表示 这都是自己家中 一代代传下来的 对于破解化水术的奥秘 记者又想到了一个方法 湘西秘术化水术 只是一场魔术吗 匪所思的吞快表演 究竟暗藏怎样的拳击 记者在征得小张的同意之后 决定将小张带去医院 做一个检查 看看这化水术 是否真的这么神奇 随后医生对小张做了一个CT 可结果却让在场的人 都大吃一惊 因为在小张的肚子里 并没有发现一根竹筷的痕迹 这就奇了怪了 难道这小张压根就没有吞下筷子 这只是他的障眼法吗 于是记者经过多方联系 找来了国内知名的魔术师 想让他揭秘这化水术的奥秘 记者让小张在魔术师的面前 再进行一次表演 而魔术师在小张表演之前 先对小张手中的竹筷进行了检查 毕竟竹子虽然不是那么好溶解的 而如果从一开始用的就是替代品 那就会是不同的结果了 可没想到检查的结果大失所望 小张拿的竹筷就是普通的筷子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接着他又像网章一样进行表演 并顺利的将筷子吞了下去 直到表演结束 魔术师也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小张的表演中并没有什么障眼法 那就说明这些竹筷是被吞进肚子里的 虽说魔术师并没有揭穿化水术的奥秘 不过他却给记者提供了一条思路 他在看小张的表演时 发现小张在切竹筷的时候 十分的讲究 经过测量 竹筷的每段都是相似的长度 并且他在切的时候手挤刀落 竹筷并没有过多的毛刺 而在吞下去的过程中 小张是将竹筷竖着拿起 并顺着吞下去 而记者再次带小张来医院检查 并将发现的细节告诉医生 医生表示对其用核磁共振进行检查 果然在结果中发现了竹筷的痕迹 并且大小和表演时切下的几乎一样 至此化水术的奥秘也被揭开了 化水术的关键并不在于咒语 而是吞咽时的动作 事先将竹筷切成适合的长度 吞咽时注意讲究方法 便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